山壁中间被削了一大块不见 原本绿油油的植被直接涂一块 只看到黄澄澄的泥沙土石 而边坡的水泥围墙也有部分碎裂 坍塌严重道路一度受阻 不过 山头的台风转为热带性第一期 是重创北海岸带来了强降雨 可以靠在阳津公路8.3公里处 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摊坊 不过现在全部都已经抢通完毕 4号阳津公路8.3公里处 大面积坍塌道路一度阻断 经过相关单位一整天的抢修 在6号已经抢通 但因为现场道路遍布淤泥落实 为了安全及清理作业 将会采战时性交管 10分钟放行一次 不过阳津公路的灾情 不只出现在8.3公里处 5.25公里处的山壁 一样光秃一片 上面还有些树木横插在土石中 看起来相当惊悚 不过这里地面淤泥相对已经减少 早在6号中午 就已经全面通车 不需要管制 但在7号凌晨 还是要继续路面的修复作业 从金山往台北方向的用路人 可以改由台二线三支 衔接线道101转101甲线 阳津公路是连接新北台北的联络要道 8.3公里处与阳明山知名地标马草桥 距离大约只有5公里 5.25公里处则是与金山老街 相隔不到7公里远 不只交通也影响民生 我们住在这边都没有水可以用 我先来看状况怎样才找水管来用 附近住户已经停水超过一天 路段水管也断 大约影响到附近700多户用水 水利局也已经请水公司水车配合 引送水 只希望施工修复作业尽快完成 让生活回归正常 水退了但所有人忙了一整天 隔天还得继续出动山猫 开挖烂泥洒水车清理路面 第一时间金山区等民宿惨遭大雨淹没 水深已经到围墙边 凉亭直升屋顶 所有东西漂流在水上 刚时淹水我人还在这里 没有 它这个速度太快 我要把机车拉出去都快来不及 都被快快点 差一点就被它淹死了 昨天动用了二十几个人 才把这个水泥地清掉 六年淹两次 差不多损失四百万 民宿老板满事无奈 电器备品通通坏光光 保守估计也得休夜至少十天 就连山上温泉会馆也很惨 山头台风的外围环流 是重创了北海岸 而也造成了金山万里 这一带全部都是停水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这附近的这个温泉会馆 虽然说外观看起来是没有大碍 不过可以看到呢 他们这里都贴上了告示说 因为土石山崩水管破裂 所以全部都停止营业 看见到处都残兮兮 业者赶紧派员家庄 防水闸门 再是预防 预防 对对对 现在有碗 一个礼拜 因为出碗断业 整整一个礼拜无法营业 不止损失惨重 也有不少游客因此铺空 自从台北新北过来 因为本来泡温泉 连温泉都收到吐司 流不开了 台二线阳金公路落实摊坊 造成道路中断 直接让山区瞬间变成孤岛 即便停水 大家也不敢下山 上面的那个水塔的水 用完就没水了 就希望能够赶快抢修好了 要不然没水可以用 住在北海岸的居民 唯一只希望 赶紧恢复正常生活 否则天天裁着泥泞 关门不营业 断了收入来源 这日子怎么过 TB新闻 这时为吴奎言 江云和陈如 还陈愿体验身份 SNG小组新北采访报道 穿着雨衣 夫妻俩想出门吃饭 吃饱饱 准备回家 夹在眼前却越走越艰辛 下午突然下起大雨 溪水暴涨 往马路上淹 这时男子撑着伞 赶快回家 不是休息 而是拿了两根长木棍 又立马折返 走下淹水处 想接爱妻回家 夫妻俩不幸罹难 正当家属面临丧情之痛 却又不断遭质疑 雨这么大还出门 女儿亲自出面 为父母还清白 他们是没有雨的时候 出去吃饭的 他们哪知道说回来会 会这样子突然间 淹那么大 对啊 所以他们不是故意说 雨那么大还跑出门 就是回不了家 所以爸爸心系妈妈 所以才回家拿拐杖 想说让他慢慢走回家 这一走两人却再也没回家 淹水程度根本都快灭顶 走一步都是困难 后来爸爸再出来再过去 已经到人的胸口了 那真的很可怕 所以一定要有拐杖 一度讲到哽咽 就是因为早上雨势 没这么大才出门 却万万没想到会突然 下起暴雨 连骑车都过不去 星期拍下来夫妻俩 最后身影隔了一晚 雨消退才终于在距离住家 50公尺外的松树园 找到人 被发现时 两人相隔仅仅20公尺 但其实两年前 是否才改善 金山坛子内的溪沟 重新堆叠护岸 就是要避免淹水 这回雨势实在太大 不到几分钟 马路便河流 夫妻俩一辈子勿农 送地瓜养家 如今儿女成家立业 原本已经开始过退休生活 却因为涉水回家 只差短短几公尺 却再也回不了家 地别新闻 刘欣慧成人怀疑 身份新北采访报道 大量雨水不断从阶梯高速 往下冲 变成小型瀑布 就算堆了好几个沙包 水还是不断从门缝沿进来 哇 我心里给它看着已经没塞了 哇 水中也壮 积水已经沿到脚背 而且走到外面更惊人 放沿望去全都沿水 还有地下停车厂全被土黄色泥水淹没 高度甚至高达两公尺 这也是新北金山区的著名美术馆 外面成了一片汪洋 雕像作品不仅被淹没 甚至东倒西歪 4号新北北海岸下起豪大雨 造成许多灾情 因为这次风灾影响 馆内有三条溪流暴涨 洪水会夹台这次的泥沙冲出 导致馆内的剁出淹水 那连外道路不同 前天很多的建筑物淹水水里面 作品跟建筑的这个积田都毁损 这是我们25年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 官方表示户外室内还有仓库的作品 都受到影响 户外的就500多件 而且沿水高度甚至来到1.3公尺 文化部和市府赶紧加拍怪手 及大型抽水机抢救 不过停车场经过5号一整天抽水处理 到6号上午 积水还是有一公尺高 目前馆内的部分已经 仅剩一处建筑物的底部 还有一层楼高的这个沿水外 其余的部分我们员工都目前都还在 尽快的打扫环境干净 然后作品目前也在盘查受准的状况 官方强调目前还没有办法估计损失金额 也特别感谢文化部和新北市府 而为了修复美术馆宣布在5号和6号都修馆 不过由于受损实在太严重 官方估计到下礼拜可能还会继续修馆 铁别新闻刘欣慧陈佳同新北市采访报道 三途的台风来袭当天 高雄杠三号船渠内风强雨大 不仅工作人员站都站不稳 一旁停泊的游艇 更是随着涌入的波浪不停摇晃 看来十分惊险 当时五艘游艇停在里头 却有两艘不抵抢风受损 船主怒控固定游艇的羊角烂装 透工减料 这个是当天掉下来的羊角其中之一 那这个羊角它其实差点打到人 反正拉着这个羊角的那个拉力 可能有好几顿重 瞬间崩解的时候 反弹的力道 这整个羊角是弹到我们隔壁 那它有船上 大部分都是船壳附近去撞伤 损失四万块到十万块以内 它说羊角烂装只是焊接 没有做好基础固定才会脱落 害得游艇遭强风大浪 冲击回损 回到三号船渠 果然可以看到这羊角烂装 左侧有四处脱落 不仅羊角不见 留下空洞 甚至还有战板整个被折断 主要是它的工法 是一个错误的工法 我们下个月就要在高雄 就要举办台湾游艇展 我们很难想象 一次几十台船在那边 如果万一全部断缆 不过海洋局反驳 三号船局本来就是提供 42尺以下的游艇停泊 回损的游艇尺寸都过大 而且是业者主动申请停放的 由于风速过大 那羊角拉坏的游艇尺寸 是45尺及50尺 已经超过了原设计的规范 其他42尺以下的游艇 则都没有问题 也没有损坏 海洋局否认透工减料 强调是当天 风速过墙才破坏 羊角懒庄 TriVBS新闻 李战胜高雄报道 都因为 停电第四天 杂货店里摆在冰箱的东西 全退了冰毁了 老板很无奈 上门的阿婆也说 因为没电害自己受了伤 保抑 另外这家超商 没电没办法开发票 住户们想不透 为何台风远离好几天了 他们仍然还得点蜡烛过生活 晚上根本热的睡不着觉 同样都在高雄市大辽区 另外这一头的住户 用的是地下水 没电无法抽水使用 5号晚上来电了 终于不用再到旅馆里去住宿 我们就是去那个饭店 还是汽车旅馆 不然就是看有没有那个 骑早车那种 那我们就这样 不然都没办法 在台电人员的抢修下 电力逐渐恢复中 只是产业道路上 还有一根电线杆严重倾斜 随时都有倒下来的危险 包受停电没睡 没有网路的生活 民众抱怨连连 到六日中午为止 全市还有1106户尚未赴电 包含大树620户 人物349户 以及大辽100户 林园37户 台电人员还在力拼 全市赴电 TVBS新闻 吴庄勋宋家娟 高雄报道 用力拖动倒地的超大树叶 八九位志工顶着大太阳 戴上手套 起心协力 家支车把堆在校门口 树木一一清除 货车车斗也变身垃圾车 高雄左营新庄国小 校方泡文针 求100人来清树之落叶 周日早上老师家长和毕业国高中生 浩浩荡荡组成超过300人的志工团来帮忙 高雄各校都忙着善后 今天当然因为表牌本来是说 早上9点环保局要进来 但我们也都体谅其实市府与教局 其实很多学校的灾害都反严重 就是一直扫一直扫 然后有时候风都吹回来 然后你又扫出去 因为下礼拜要比赛是要不要把场地整理干净 作业都有血吧 有有有有 没有 开玩校说功课一片空白 倒是把校园扫得干干净净 高雄凤山中轮国中 手球队二十几位同学 台风后连三天 自发信到学校帮忙整理 而浮沉国小的通学路 就有社区里民帮忙清扫 校城学校大概有五分之一的树木 都有青岛 我们全校的同仁都回来帮忙 做初步的整理 山陀儿强阵风也把文早外语大学校舍吹到碎裂 好几棵老树青岛 根部还把无障碍拨到先翻 另外停电两三天才复电的高雄大辽区 潮料国小校内惨兮兮 又因为电压不稳不方便整理 学校大概倒了二十几棵树 目前还有就是电压不稳 台风山陀儿肆虐 教育部统计校园灾损前三名 分别是屏东高雄台南 屏东县校园树木就倒了上千棵 离港国小的中央厨房 还被倒塌的钢梁直接插进墙壁 红砖设备散落 各校持续重建 礼品在周一开学前 确保学生上课安全 TVBS新闻吴中旭松阿娟高雄报道 奶茶道路小熊瓶子特殊造型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 沿城新乐街奶茶一家一家开 衍生出奶茶一条街 甚至有超过30家在地店家 为此共同举办沿城奶茶街 不过今年因为台风出现了变数 那个台风它让店家损失惨重 所以有些店家的身材积聚都 都报废了 所以他们就已经延期 真的有多少啊? 还好啦就是烧牌啊 那些我都重新复原了嘛 今天都重新复原 那下周的奶茶街是可以如期拆你? 可以啊可以 都将业者忙着备料 挑选豆子 忙进忙出准理店面 就是想用最短的时间 恢复营业 并准时出席奶茶街 另外新乐街上一家餐厅 主席天花板被抢风吹破一个大洞 铁皮天窗也被吹走 就怕客人用餐会有掉落物 业者只能被迫停业 下周奶茶街是否能够出席 还得打上一个打问号 他破了嘛 那他刚好就是会影响到 摊车跟客人的座位区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缺工嘛 然后大家都排得很紧 我们就感觉先暂停 因为比较安全 美术馆路这一家连锁咖啡厅 原本有整片落地窗 让顾客能够边喝咖啡边看风景 不过现在却受到山陀儿的影响 瞬间变成了露天咖啡厅 他们好像这两天都这样子 昨天有开早上 然后今天好像也是 都只开 目前都只开不下 对 因为他们玻璃这一整片都 都不正吗 对 就是掉下来了 拉下铁门身材工具 也用塑胶带照住 下午暂停营业 不过店家在早上还是有照常开店 不受陆地窗掉落的影响 以此想尽快平衡台风带来的财损 TVBS新闻徐克城 如品浩高雄报导 差点被这招牌飞来砸到耶 巨大招牌倒在路边 请拖掉车道场救援 他是高雄大辽里的里长 山坨台风来临时还冒着风雨 开车外出巡查积雪路段 只能自己开堆高机 先把这些树先移开了 让车子可以过去 不只要会开堆高机 移除倒在路上的大树 还要亲自爬树 用电锯割断卡在电线的树枝 到了晚上到处停电 就要四处奔波联系台电 但大辽区域连停电三天以上 里长疲于奔秘 还是接到抱怨电话 三天我人进台电的有在处理 不是没在处理 这三楼的问题 不是我立正去安排 不是我安排 我都没有来电子 你电子是叫 你电子是叫台电 不是叫我立正啊 我也想辞职 我们自己做的已经很累了 还要再加上民众这样骂骂 我们是人 我们是畜生 就觉得当这个里长很没有人 没那些人家 里长说周一就会向区公所请辞 为了救灾爬树衰落受伤 努力在第一线服务 还是被民众骂翻 有的是中北部下来的啊 我不会绕他们啊 不够啦 我还要再去买 里面还有两三台车 其他里长看到台电工程车 特地送运动饮料未问 山陀而台风造成高雄 曾有21万户停电 各区处都调派南下支援 只是大辽 林园大树一带 很多都是因为台29线电感 被强风吹倒 才会停电长达四天 目前停电户数好像剩1069户 所以今天收完应该都会复电 就全面复电我们今天可能就收工了 台电也不眠不休抢修四天了 如今剩下一千多户还没复电 最快周日就会全数抢修 让居民好好善后家园 TVBS新闻 吴中心宋阿娟 SNG小组高雄报道 山陀台风强劲的风雨 就连动物们的家也没能幸免 寿山动物园湖蒙区 直接被大树击落 剥离整片碎裂 鹦鹉区也很惨 屋顶直接被大树砸破一个洞 还好人员及时架设不忘 才避免鹦鹉们逃脱 只是整个动物园在台风过境 园区内树木倒了好几颗 满目窗移 出动人车机具加急抢修 不过今天是逢假日 就有不知情的民众跑来 结果扑空 今天修远 对啊对啊 有没有看到 刚才看到 有没有觉得这样子看到 这一集有点看 这是山陀台风来袭 动物园从4号开始连修4天 预计10月8号才会开放 只是寿山动物园 市府才赤资5.5亿升级 结果不到两年 就遇到强台袭击 出现灾损 所幸园区内400多只动物 铁钱移到室内避难 全数平安 对比工作人员忙碌抢修 动物们倒是显得相当悠哉 这次台风其实也受损蛮严重 后续我们预计也是要花费一段时间 再慢慢把这些 我们的折肢的树木 等它恢复 寿山动物园需要时间恢复 过另一边高雄地标 也是市区最大绿地的中央公园 同样惨兮兮 几乎用面目全非来形容 好爽不好爽 这样弄来弄的 差点迷路是不是 这边我倒成这样 我有点吓一跳 因为我以为它树根会比较生 树干需要四五名成人 才能环绕的巨树 也经不起墙风 横倒在步道上 好几个巨树倒塌 平时提供成狼的树荫梅乐 也见证了这次 山陀儿可怕的威力 鸡烈新闻 艾特贤李战士牛璇 高雄报道 水踏在木头上磨蹭 慵懒的晒太阳 有些则是穿梭在树枝中玩耍 模样超级可爱 另外这两只熊猫爬上树枝 还有一只靠在木头上 享用竹子大餐 然而这些木头全都是 海边捡来的漂流木 在台北市立动物园 动物们的家增添不少新家具 7月开明台风带来许多漂流木 临包署宜兰分署与县府 还有动物园三方合作 将宜兰海岸边的 无视支漂流木搜集起来 宜兰县政府 他们的跟防渔港 大溪渔港 一直看到这边的东港地区的漂流木 然后让他们选择说 他们适合的木头 直接漂流木以支干为主 在动物园内 从非洲区与林区 儿童区 还有猫熊馆 都有新增 可以提供给动物遮蔽 躺卧攀爬 摸蹭 甚至是刨抓等行为 让他们住得更加舒适 而这一次山陀的台风 也有带来不少漂流木 在宜兰状围的 永镇海滩 相关单位已经挑好 重量小于50公斤 或者有一端小于20公分 长度在两公尺以内的木头 可以在规定时间 开放民众减时 但若减走有标记 或者超过规定的 恐怕会触犯森林法第50条 最重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还并克六百万人以下罚金 不过不止漂流木有人捡 还有许多垃圾也被冲上岸 每年都要举办一次 带着这些国中小朋友一起来 就是海边浸滩这样 刚好遇到台风过后 所以就来这边浸滩 然后就希望就是可以 更爱护这个大自然 民众自发到海边浸滩 希望能将海滩恢复原本干净样貌 另外在花莲西口岸 也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漂流木 民众如果想要检视 也要小心注意不要违法了 还记得两天前的这景象吗 新北市金山水淹挤腰 万里瑞芳也多处淹水 因为山陀尔台风消散之后 强降雨衍生出严重灾情 中心大学庄秉杰教授 后文讨论 是不是新北市没有参考 气象署资料 为什么新北政府没有做这个准备 台大用短暂一个小时 报了不准 去说不会发生淹水 这是完全错误的决策 台大天灾中心反击 气象署从10月3号傍晚 到10月4号白天 对北海岸降雨预报 12小时累积雨量 最大只达70毫米 但金山区三河侧站 下午2点到5点的主食雨量 加总就已经达到250毫米 已经超过7年前 三支区210毫米的 致灾性雨量 不过教授说 应该要看累积雨量 气象署10月3号晚上8点的 细极预报 金山12小时累积雨量为200毫米 10月4号一样 也有达到200毫米 从预报上面来讲的话 对极端降雨事件的掌握度 确实是比较没有那么好 更何况它是非常小区域的 一个强降雨 其他气象专家就说 这次所有的预报模式 其实都低估 气象署也解释 因为瞬间强降雨 有尺度小变化快特性 能力有限情况下 10月4号总共发布9次豪雨特报 带来予及时讯息13次 其中包含5次细胞广播 当然会有一些受到复杂地形影响 所造成一些局部的降雨 会有超过预估值的情形 前气象局长正名点科普 这波是生命期横顿的强对流 10月4号上午由东往西 绕北海岸地形气流明显 雨区不大落在海上 但东北方海面出现一阵对流爆发 才逐渐发展成强对流 台大天价中心截稿前没回应 不过其将预报有误差 很难完美准确 但极端气候之下 降雨更强更快更集中 各单位也得设法尽力去做 提醒民众先准备远离危险 TV别是许家瑞丁一台报导 民众的头发真的都飞起来了 周六晚上9点多 新北永和乐华夜市 一群人本来在夜市玩烤画 停留大约20分钟后 突然大家头发都往上飘 维持一分钟 旁边的人记录下超级赛亚人画面 影片po上网引起热议 不少人认为是打雷前兆 气象鼠解释 能确定的是当下环境太干导致 不过还是要看民众穿着衣物的材质 多方判断 能确定的是周一开始空气不会太干 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不止温度降到22度 还要防局部阵雨发生 主要就是在7号跟8号 我们在迎封面的 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 或者是宜安山区 可能都会达到局部大雨或蚝雨等级 台风才刚积淹水 周一周二要再防蚝雨 其他地区也要注意午后热对流 要到10月9号之后 影响才会比较趋缓 至于国庆日当天雨区缩小 白天在台北看典礼 清晨到上午降雨趋缓 晚上到云林湖尾看烟火 降雨影响其实也不大 预估可以完整看完烟火秀 如果是云林地区 是比较偏向沿海的话 其实也都是没有到太大的影响 不过10月的可能还是有台风 气氧专家就指出 在10月9号前后 西北太平洋海域有个热带扰动 有机会变成台风 这个台风即便升成之后 会循着环境的流场 可能会到日本的东南方外海附近 那对台湾是没有影响 统计过去60多年来 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海域 10月份发生台风总共249个 占全年总数14.6% 仅次7到9月台风升成次数 而且要注意的是 每年清洗台湾的秋台 很可能发生共伴效应 狭带大雨 豪神正回 日带扰动离我们很远 但秋一渐农 降温加上下雨 早晚温差逐渐变大 出门得要开始穿外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